在中秋佳节的香港市民除了吃月饼 赏花灯 还有观看大坑无火龙的传统习俗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传统无火龙活动 不仅寄托着香港市民对中秋佳节的美好祝愿 更加蕴藏着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敬仪 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今年香港的中秋佳节 最热闹的当属大坑区的传统无火龙活动 在中秋节的前后 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四至十六 迎月 赏月 追月三个晚上 无火龙的队伍举着长达六十七米 蜿蜒起伏的火龙 不停穿梭在大坑区的大街小巷 途经热情的市民时 现场就会抱以热情高涨的欢呼声 有的市民和旅客还会追赶着火龙 共同感受着火龙带来的吉祥与平安 在流光一彩的中秋夜晚 无火龙的队伍还以彩灯火龙结团员 企结龙团 火龙过桥等舞动方式 展现出喜庆团员祥和的节日气氛 无火龙表演结束时 插在火龙身上的长箱 会派送给市民及游人 将福运分享给大家 如今始于祈福 世代传承的大坑无火龙 早已舞出大坑 闻名香港 走向全国 2011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随着一代代传承人 对传统文化的坚定守护 大坑无火龙更加绽放出历久迷新的光彩 中秋是传统的节日 我期盼跟家园一起赏月 吃月饼 看火龙表演是香港最具有文化特色的节目 期盼已久 祝愿香港明天更美好 祝全国人民节日快乐 很多人希望可以传承这个火龙的文化下去 所以我们有这个少年传的火龙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从小就可以借助这个火龙